Hello 大家好 我是克里昂 很高兴再次见到大家 本期视频呢 会为大家带来两双球鞋的开箱 两双Nike 球鞋的开箱 这两双球鞋呢 UP主都没有抢到自己的纸马 抢到的是两双女马 首先第一双是这个 黑红胶纸 AJ1 就是 Edge of Warmbretto 我买的这双是 UK5 也就是 38 这双鞋好像江浙人民都很喜欢 因为最近在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首先第一期是在南京 然后最近又发生了一起在好州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样的了 然后这双鞋为什么叫黑红胶纸呢 是因为它跟黑胶纸的唯一区别呢 就在于颜色的唯一区别 就在于这个鞋面 它这个鞋面它这里是红色的 黑胶纸这里是白色的 然后这是它这个 采用的这个皮质啊 有点像那个荔枝纹的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 就这一块 然后呢其他的跟 跟这几次复刻的 像那个金川呀 A蓝呀 是一样的皮质 好 给大家看后面 大概就这样 看似乱起不了 就这样 就这样 然后呢它的驴鞋 也会送一个这样的 金色的 黑人小 那个logo的贴纸 那鞋并没有 然后接下来这双呢 是这个 Nike 跟这个 Atmos合作的 AMX95 给大家看一下表面 这双也是 UK5 这双鞋呢 跟那双 AMX1一起发售 个人觉得比AMX1更好看一点 然后这次是采用了 各种动物的那个 呃 纹路来设计 做一个设计的理念 那这个 这样啊 然后 这里有 那个 丹马 猎豹 还有这个 老虎 我 前面这 不知道什么 有点像 斑点钩 这样 然后 主体颜色 采用了 红和绿 那种圣诞 鞋里 它这个漆边呢 也带有一点 绿色 绿色 然后呢 它这次装鞋子呢 总共 除了上面原来的这副绿色鞋带 还有另外三副鞋带 特别是 白色 红色 还有 白黑色 然后 这次鞋盒 也是采用了一个抽屁式的鞋 然后呢 装鞋子呢 在 英国这边的发售价 有两个定价 有的往事卖210磅 有的往事卖170磅 然后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进货 去到不一样 不一样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这次视频很短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不妨投一波币 点一波赞 分享一波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Bilibili 还有订阅一下我的YouTube 好的 我是克里昂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